我發覺很多家人整天埋怨治療導師不好 就要勉強給他們導師學習 卻從來沒有解決方法 而很多人就像天生的導師一樣 這到底是什麽原因呢? 原因就是在孕婦期間不懂得做胎教 也就是那些有錢人為什麼我喜歡有知識有忘法的女生 因為這類有知識有忘法的女生會在孕婦期間開始學習 從而達到胎教的效果 大家不喜歡開教 這就是因爲什麽很多兒子和天生導師聰明的原因 孩子在母親體內已經開始學習 所以往往時間前了得一大步 經過脱增科學表明 孩子的維持性是重負母親整個出一步的 而導師者方面最大部分是從母親生成下來 正如很多女教師的正義通常導師都好 什麽是開教 未如一位養父能堅持母親學師學習 她所教的姿勢是可以正式成功到圖裡面的嬰兒的 其實母親的嬰兒是最能開教大腦的 而大部分的養父連自己幾乎是盲罵 自己也讀五多日子 所以沒有合格討論嬰兒進行開教 自然而言何製作沒有思天性導師的能力 現在大家知道爲什麽有意識 有盲化的女生節目 我少邀請兩個夫人們留吧 我少邀請兩個夫人們留吧